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银行和一家超市的六名员工花了十四个小时才帮忙庆典完毕 工商之后的农民工权益到底谁来维护呢 十年寒窗苦读只为实现昔日的梦想 双手抚摸着那张录取通知书 泪水一打湿那红红的一张 我对着心心许愿 我想上大学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筹这一笔费用 寻找筹集学费的寒门学子 征集报名中 沉重的录取通知书 聚焦三农为您呈现 最近我们栏目连续关注了贫困学生上大学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给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地方带来了希望 湖南省的龙回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五千多元 今年这里有七百多名考生 考上了国家一类本科院校 对于这个贫困山圈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龙回采访的时候却发现 一些贫困农村家庭正在为孩子筹集学费 湖南省龙回县石连村 这里距离龙回县城有近八十公里路程 虽然是山区 但是白天最高气温也高达三十八摄氏度 这里的村民习惯在夏季建房子 村里到处都能看到正在修建的房屋 刚刚考上中南大学的高中业生曾青宝 就在其中一栋正在修建的平房顶上干活 你说咋当今这个活还这样别呢 干啊 搬圈 就去这一层的时候就帮忙搬圈 搬圈你干得来吗 还可以吧 一般的话也不算蛮累 不用十四个个搬了 可以搬一会儿歇一会儿 曾经宝的父母都在家务农 家里耕地不多 父亲偶尔打一些零工 有人建房的时候帮忙干点活 一年也只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高中期间每次暑假 曾经宝都会去工地上打零工 读书的时候就很少干了 就一般放假的时候还可以干的 你赚最多的时候赚的多少钱 两个月可以买个两三千块钱还是可以啊 一位不是专业的技术工人 曾经宝一天只能挣六十元钱 虽然钱不多 但是他仍然干得很卖力 锅里也是炸的就是 高考成绩出来后 一家人开始为大学的学费做准备 原本以为父子俩在工地上打工挣的钱 再加上亲戚再借一些就够了 可是六月份机场大雨 把家里的房子冲坏了 修缮了自家的房屋之后 曾经宝的学费就不够了 他现在是大学的 这学院借一万 这是第一年 曾经宝一年的学费是五千三百元 住宿费一千两百元 各种杂费约一千元 还需要至少两千元的生活费 一共要九千五百元 但是家里现在所有的钱加起来 也只有三千元 曾经宝一天的工资是六十元 即使连续工作两个月 六十天也只有三千六百元 还差三千元钱才够 眼看着就要开学了 曾经宝准备再找一份兼职 凑一凑学费 还是要去做一点兼职之类的工作 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之类的 曾经宝在工地上 大喊淋漓地干活的时候 他的同班同学曾孝平 正在这座山的背面放牛 北京的天空有这么难吗 我要好好怀念一下这种感觉 以后可能就 可能我一年也只能回来一次了 我觉得 曾孝平今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他是今年教育部出台新规 要求各重点高校 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录取比例之后 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第一批贫困专项生 但是开学要交的一大笔学费 却还没有着落 曾孝平的父亲有残疾 不仅做不了技术性太强的工作 家里还为此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债务 因为没钱建房子 一家人只能借住在亲戚家 现在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一个月也只有三千元的收入 他们是要用濡硫酸来洗玻璃 对吧 洗玻璃杯 然后都要洗几次 年续的 然后要穿的 我去过他们工作间一次 然后要穿的很厚 然后里面也很热 然后他们就只有一把风扇在那儿吹的 高中三年 学校免出了曾孝平的学费 每个月还有250元的生活费补助 这些钱曾孝平一直省吃俭用地存着 有时候就吃包子什么的 吃包子便宜一点 就五毛钱一个 然后吃一顿饭的话 就要五块钱一餐 有时候一餐下来 也可以省两三块钱 然后一个月就可以省几十块钱 然后慢慢省慢慢省 然后后面还留了八百多块钱 就一顿吃几个包子 吃两个 有时候还加一碗粥 一碗粥就七毛钱 就不到两块钱 有一顿饭就解决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特别的省钱 就可以省三块钱了 曾孝平一年的学费要五千两百元 住宿等杂费九百五十元 生活用品五百一十元 路费约三百元 生活费约三千元 全部费用加起来 需要九千九百六十元 父母每月的工资除掉生活开支 剩下的几乎都拿来还债了 家里现在只有曾孝平省吃减用存的八百元钱 和父母这两个月存的三千元钱 还有六千多元钱无处可筹 但是曾孝平没有打算放弃 我觉得反正天无节日之落 反正自然会有 反正我觉得反正会一直走下去的 我觉得 从十连村旁溪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渡 去车六十多公里 到达水荡村 蔡里鹏的家就在这里 我们到达水荡村的时候 蔡里鹏正准备和爷爷 一起去山上干活 7月底 蔡里鹏收到了 燕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学费需要五千元 住宿费八百元 课本费九百元 生活用品四百二十九元 路费约三百元 生活费约两千元 一共需要九千四百二十九元 这么多钱怎么凑 一家人束手无策 有时候我看那个东西 有时候也很疼痛 现在比较那个 也不知道怎么办 蔡里鹏的爷爷是退伍军人 每月有四百元的 商残退伍补助 加上一百多元的低薄 这是家里每个月 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一天能编多少个呀 一天能编多少个呀 一天能编多少个 三十个 二十三十个 那你这编一个多少钱 三毛钱给他 三毛钱一个 对 蔡里鹏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十几年前意外受伤瘫痪 每天编逐编一个月 最多只能赚三百元 加上每月五百多元的补助 如果他们从拿到通知书 开始攒钱 攒到开学 也只能攒一千六百元 学费缺口 还有将近九千元 幸运的是 这几天蔡里鹏的高中老师 帮他筹集了四千元捐助 解决了一半的费用 缺口只有五千元 在蔡里鹏所在的轮回二中 像他这样家庭困难的学生 还有很多 虽然国家有大学生助学贷款 优惠政策 但是这些贫困山区的家庭 普遍都付有几万 甚至十几万元的债务 四年大学几万元的贷款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他们更担心的是以后没有能力还贷 因此 大部分家庭选择自筹学费 为了帮助这些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轮回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也承担起 为他们寻找社会捐助的责任 我们已经落实的 资助大学生的资助人数 达37人 还有一些资助项目 我们正在落实之中 对于那些正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来说 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贫乏 而且意味着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 甚至影响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帮助一个正在求学的青少年 不仅是帮助人解决一个具体的困难 很可能就是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助学不仅需要国家加大投入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尽自己的能力 来帮助这些寒门学子 大家都乐于助学 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些温暖和美好 妈妈去哪了 知水香兄弟播出后 观众反应热烈 一起走进幕后故事 谋生正当午 一起来关注高温下辛苦作业的农民工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为您呈现 车祸猛于虎 最近在网上有这么一段视频 记录的是一起车祸 一个叫车司机因为视线盲区 没有看到车旁边有人 直接从摔倒后的路人身上压了过去 一辆四座的小车尚且如此 如果换作是大货车呢 岂不是更加危险 小车的盲区小 如果司机能注意观察 事故率就会降低 现在在农村 真正危险的还是大货车 因为大货车的盲区多 那大货车的盲区都在哪些地方呢 右侧的盲区真的会更大吗 记者和交警小李现场做了个目测试验 通过目测 不仅大货车的右侧A柱和观后镜 这个地方是盲区 而且车窗下根本看不到人 成为大盲区 右侧数非机动车道 那大货车在拐弯时 行人在什么位置会安全呢 记者与交警小李现场进行驾驶试验 这个目测代替行人与大货车并行 间隔两米远 看是否安全 车身刚过一半 目测就被撞倒 第二次试验 交警小李把目测向右移至三米远 同时在第一根目测后五米处再放一根 代表第二组行人站的位置 这样会是什么结果呢 大货车在急转弯时 第一根木棍没有幸免 而后面那根木棍安然无恙 为什么行人距离大货车三米远都没有安全 小李告诉记者 这是驾驶不正确造成的 他如果想多打一点方向 赶往前走走 整打这个庄围内景 会减少这个内论茬 这个内论茬都减少了 安全纪律都通出来了 给行人一个同打了安全的空间 交警提醒大货车司机 车辆在拐弯时 一定要减速 起身左右观察 减少盲区 行人要在大货车后三分之二处 并保持三米以外的距离 最好是远离大货车 这样才会更安全 最近我们栏目持续推出的暑期特别节目 妈妈去哪了 上周末播出了水香兄弟 小哥俩的深圳探母之旅 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内容回放 六岁的王新和十五岁的王广 是洞庭湖边省的留守少年 他们一个喜怒无常 一个喜怒未想 对亲情的渴望 让兄弟俩依然踏上了 见妈妈之旅 其实只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或者给孩子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会得到理解 留守儿童的天空不下雨 在冰冷的钢铁森林里 人们的感情越来越淡薄 甚至是我们的亲情 妈妈去哪了 让我们看到了温情 让我们学会珍惜身边最珍贵的幸福 妈妈去哪了 记录了孩子和妈妈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孩子成长中的些许 留下的不仅是快乐 更是珍贵的回忆 真心赞 感谢各位观众对节目的肯定 其实在拍摄过程中 对孩子感触最深的还是我们的编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水乡兄弟的幕后故事 每天王新都会和哥哥一起去接妈妈下班 下了班的妈妈为了多些时间陪孩子 常常顾不得休息和吃饭 就直接带孩子出去玩 广场上的热闹景象让王新眼花缭乱 王新不见了真的 王新呢 王新呢 还是那么好动 爱哭 爱笑 爱闹 王广呢 由原来的一开始和他的弟弟相依为命 他一直在充当三种角色 一个是既当哥哥 又当父母 又当初期头 那么到成立以后呢 我觉得他的这种身上背负的这种东西会轻了一点 因为毕竟到妈妈身边去了嘛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他也是个孩子 那么比如在广场丢失这一段 事实上是王广在跟妈妈他们一起出去玩的那一刻 他其实对弟弟看护的那个责任就会轻了一点 才导致那个小王新走丢 哎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啊 没穿衣服的 哎请问有没有看到这么高一个小孩子没穿衣服的 啊有没有看到 王姐 你去哪里了 妈妈以为你掉了 在这里你去找你了 你去哪里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 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关注这个群体 我们是在一个湖南的一个叫东方少年军校里选择的这两个孩子 那个学校里总共有三百多个留守孩子 在这个假期他们会做些什么 他们对妈妈的思念 他们 这个假期以后有没有人管他们 其实这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让他们真的不再孤独 历秋以后现在的早晚明显凉爽了 但是在白天在大太阳底下还是热的厉害 秋老虎依然在发飞 但是有这样一些农民工在每天最热的时候 也就是中午前后 恰恰也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下午一点半 北京市魏公孙邮局的报纸投递员们就开始工作了 而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人员 由于报纸的印刷时间是在中午 只要报纸已来 投递员就得立刻派送 所以投递员派送的时间通常都是在一天最热的时候 下午两点半分检完毕 投递员就出发了 这一共是 今天下午是多少件 今天下午这点有五十斤 五十斤 刘桂宝来自北京密云县的农村 今年四十六岁 干报纸投递员已经十四年了 第一人去哪 先坐轮轮 有差点他有点划 你骑车就凉会了 特凉会了 我们不怕晒就开门 除了报纸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挂号信仰 也需要刘师傅顺路派送 那怎么办呢 这邮件 不是因为我骑着自行车 那邮件全在那外边散着呢 我们上不去 只有你自己下吧 自行车里有七十多份包纸 所以刘师傅不能随便离开 在滚滚热浪里等待了将近二十分钟 终于有人下来取邮件了 刘师傅顾不上喝口水 就开始挨家挨户送包纸 他负责的这段 有二十一栋楼 一千六百多户 路上就要走七公里 工作量很大 顶着裤鼠 鼠报纸 拿报纸 开信箱 投递 关信箱 刘师傅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套动作 娴熟利落 刘师傅跑上跑下 从十几楼开始一层层往下送 他还开玩笑说 这不算什么 运气不好 遇到电梯坏了的时候 他曾经扛着报纸 一口气爬上了十八楼 下午四点 邮递带里的报纸一点点在减少 报纸送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最后一栋 就在要结束的时候 刘师傅却发现不对劲了 小心翼翼地守护了一下午的报纸 还是丢了一份 你有事经常发生吗 我以为一月四五四五六四 所以我 对 那出来的时候您都数清了 数清了 那绝对错不了了 刘师傅只能在汽车 去附近的报刊亭买一份 给最后一户用户补上 下午五点半 当头的烈日已经吸血 热气开始退去 刘师傅也送完了最后一份报纸 今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 因为我觉得吧 我们送报纸就应该给人送到位 你花了钱交给就挣了 我们没有理由 更好给你服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评浏览 感谢收看巨江三农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